水保局日前已迈入60周年 日前特别在菊原果公共工厂举办年终记者会 会中出的分享成果外 也选出许多悠游农村的路线供民众参考 水保局就是把我们一些悠游农村的一些好的路线 来推荐给国人 那这一次适合旅游的路线有31条 有北部 中部 南部 还有东部 当然这几条路线的详细资料 刚刚有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那在我们的随身地里头都有 另外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 或者我们一些国人 能够上水保局的农村风情网 或者脸书农村好站 可以去详细去看一下 水土保时局副局长林长莉也指出 水保局也有辅导农村好物 在地的优质农产等等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了解 多多支持 水保局也有辅导农村好物的这一些在地的好东西 那这东西真的是很多多元很多样 也希望可以到像说陈平丰康 去了解这些东西还有在贩售的地点 也希望国人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农村的这一些好朋友 所生产的好东西 也能够来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能够来繁荣台湾的农村 而水保局规划这样的旅游路线 除了能够吸引民众前来深度旅游外 对于地方来说也是乐观其成 县议员陈昭玉也希望民众能多多支持 今天在我们积极吉安果就是看到他们过去辅导 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我们希望通过所有的商家 来结合地方的一个特色 然后让我们好的一个产品 大家都能够将最好的伴手礼分享给大家 那像这一次结合的话 它是比较有益于就是 一般游客来到积极这边体验的一个行程 那它是属于比较深度旅游的 那不仅是说就是可以带给游客 一个全新的感受之外 那我们还可以结合像是 刚刚的那个旅行业的业者 那可以更带动地方上更多的人潮进来 期望透过水保局规划的农村旅游路线 除了能够让更多人体验农村生活外 也能够来场深度的农村旅游 记者邱平逸 集集采访报道 JC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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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